床下的女鬼,在老窝深处郁郁葱葱的丛林中,偏远的搬乡村笼罩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,空气中弥漫着湿气,打破寂静的只有远处蟋蟀的鸣叫和偶尔的树叶沙沙声。 在这个宁静的村庄里,当地人低声谈论着一个困扰社区几代人的传说,一个潜伏在毫无防备的村民床下的女鬼的故事。 康姆普,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最近为了工作,搬到了搬乡,他那座简朴的木屋坐落在村庄的边缘,四周被浓密的树叶环绕,仿佛吞噬了月光。 尽管当地人对女鬼的警告,坎普湖仍然将这些故事视为纯粹的民间传说。 一天晚上,在稻田辛勤劳作了一整天后,坎普回到了他那简陋的住所。 当他躺下入睡时,疲惫感袭来,他很快沉沉入睡。 他毫不知情,阴影在墙上舞动,仿佛一个超凡的存在,进入了他的房间。 坎普湖猛然惊醒,心脏在胸口狂跳,即使窗户紧闭。 一阵寒冷的微风依然笼罩着房间,他感到困惑,扫视着黑暗,眼睛睁大。 注意到床角处有一个微弱的身影,一个穿着传统老窝服饰的女士的轮廓。 恐惧抓住了坎普的心,他在床头柜上摸索着,寻找一盏灯漏。 微弱的光线,更清晰地揭示了那幽灵般的身影,一个长发飘逸的女鬼。 她的眼睛,空洞而无神,她穿着一袭破旧的傲戴,嘴角挂着一抹冰冷而萦绕心头的微笑。 坎普的声音颤抖着说,你是谁?你想要什么? 那位女鬼保持沉默,目光紧紧盯着她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房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冷,坎普湖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在她的胸口。 传说这位女鬼,曾是一位年轻的新娘,在她的婚礼当天,遭遇了悲惨的结局。 据说,她的灵魂在村庄游荡,寻找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失落爱情。 长辈们警告说,那些遇到她的人将会受到诅咒,除非他们安抚她痛苦的灵魂。 喀姆普,迫切想打破那诡异的沉默,鼓起勇气问道,你想要我做什么? 女鬼的声音在空灵的低语中回答。 爱被拒绝,承诺未能实现。 释放我的灵魂,何频将得以恢复。 在恐惧与同情的交织驱动下,天炮发誓要帮助那位女鬼找到解脱。 她深入村庄档案,揭开了导致她早逝的悲惨爱情故事。 年轻的新娘苏利亚,在她的婚礼当天,神秘地失去了未婚夫,心碎而孤独。 为了帮助苏利亚,找到内心的平静。 坎普发誓,踏上揭开她未婚夫死亡真相的旅程。 她的探索,带她去找村里的长者。 她们揭示了一个埋藏了几十年的黑暗秘密。 苏利亚的未婚夫,曾是一个妒忌的对手的受害者。 那人试图将她占为己有,掌握了这份新获得的知识。 坎普呼勇敢地面对长辈,揭开了导致悲惨事件的阴险阴谋的细节。 她发现了苏利亚未婚夫的安息之地,并发誓要让失散的恋人重去。 当坎普走进丛林深处寻找目的时,她遇到了超自然的障碍和恶意的灵魂。 他们决心将真相隐藏起来,通往救赎的道路充满了危险。 坎普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成功打破束缚苏利亚灵魂的诅咒。 最终,在克服了无数挑战后,坎普终于来到了那个荒凉的目的。 那里,那里安息着苏利亚的未婚夫,她怀着沉重的心情,开始了揭示真相的庄重任务,并寻求对撕裂恋人之间的罪孽的宽恕。 当坎普胡说出和解的话语时,气氛发生了变化,空气似乎变得温暖起来,柔和的光芒笼罩着目的。 苏利亚的幽灵在她爱人的目旁显现,她脸上痛苦的表情缓和了一些,平静的微笑取代了令人难以忘怀的面容。 谢谢你,她轻声说道,声音随风飘荡。 随着那句话,女鬼渐渐消失,留下了一种在空气中弥漫的宁静感,困扰搬乡村几代人的诅咒终于被打破。 村庄摆脱了潜伏在最黑暗角落的幽灵。 坎普湖回到了她那简朴的家,心中明白自己在拯救两个迷失灵魂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 村民们曾对她的努力,持怀疑态度,如今却以敬畏和感激的心情看待她。 床下女鬼的传说成为了一则关于同情。 勇气和爱的持久力量的故事。 在随后的岁月里,班香繁荣昌盛,那位女鬼的记忆渐渐淡入历史的长河。 卡姆普现如今成为社区中受人尊敬的一员,常常凝视夜空,思索着苏里亚和她的爱人是否安息,是否在一个超越凡人理解的领域中重聚。 于是,我床下的女鬼的故事成为了班香民间传说中的一章。 这是一个年轻人,勇敢面对超自然现象,病重邪。 一个被鬼魂缠绕的村庄,命运的坚定精神的见证。 请订阅并发布通知。 请发表评论。 如果您处于这种情况,您会怎么做?